怎麼了?你的手指沒什麼 你好, 先生, 大王 不知道是否最近用電話 用得太長時間 手指有點繃緊和痛 所以就伸展一下 你也算好了, 肯關注自己的問題 定時伸展手指 否則將來發展到媽媽手就麻煩了 媽媽手?我還沒做媽媽 怎麼會有媽媽手? 其實媽媽手是說 我現在食指和中指 這一段手指公的基建發炎 因為我們長期使用手腕 還有我們的前臂 重複性使用的動作 令這個基建發炎 會引起一些紅腫熱痛 痛起來的時候 連拿著水杯的椅子都不可以 真的沒力氣 沒力氣, 對 除了身手媽媽之外 平時我們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可能重複性使用手腕去工作 又或者長期保持手機 用手指去撥電話的時候 又或者我們的麵包師傅搓麵包 或者家庭主婦拿著掃把去掃地 重複性的動作 扭毛巾等等 都會引起這些媽媽手的出現 臭寶寶, 抱著牠整天抱著牠 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會的, 特別是創新寶寶 可能這隻手托著牠的頭頸 另外這隻手托著奶瓶 長時間重複性的動作 不動也會引起 一樣會這樣, 水杯也拿不到軟度 會的, 試過有些個案 可能拿水杯也拿不到 雙手夾著水杯這樣喝水 那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 定時做一些簡單的伸展運動 令手部血液循環 最重要是手指弓的活動幅度增加 就可以減輕這個位置的肌腱黏 好, 處理好這些問題之後 就練習手臂的肌肉力量 防止重複性, 用手腕這麼多 防止重複性 要做到這麼遠? 是呀, 有關係的 開始了… 立刻教我們 好, 好, 我們首先坐在這裡 可以貴坐也可以 拿磚子和球 然後把球放在磚子上 把手掌心放在球上 好, 雙手, 另一隻手就按住 儘量手肘不要曲, 是直的 然後慢慢拆開 你可以慢慢把它打圈也行 對, 慢慢打圈 有沒有順時針逆時針? 沒有, 前前後後, 上下左右 或者打圈逆時針也行 你有沒有告訴我, 滾哪個位置? 基本上滾了整個手掌心 圓滾這樣滾? 對 對, 滾了整個手掌心 特別滾上手指甲上方 我現在手指指著這個位置 我們的大魚 就是我們俗稱叫雞腿仔 要滾多久? 對 滾它大概兩至三分鐘 一隻手掌 一隻手掌? 對 因為給多一點時間… 三分鐘, 你說做這些… 不能做太久, 為什麼要這麼久? 對, 因為我們正在做筋膜放鬆 我們想將血液進入基建的位置 所以需要的時間會長一點 是的 如果我覺得現在按壓是不痛的話 要不要特地壓多一點力 讓真的覺得痛 如果你這樣覺得不痛的話 想加強強度 你可以慢慢升起人 對, 向前有一點升起 對… 總覺得大了很多 如果用狼牙球會否更好? 你意思是說狼牙球 就是有粒子嗎? 對… 最重要是使用者覺得安全 還有覺得有效就可以了 有必要嗎? 我建議平滑會比較安全 好的 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動作 記得兩隻手也要做 接著我們做下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剛才說了 重複使用除了我們的手腕之外 我們的前臂 對, 上方這一條 還有下方這一條 對, 碗伸肌 對, 還有碗屈肌 絕對有關聯 對, 我們可以把球球放在磚上 首先伸展 按摩手掌心上的肌肉 對 對, 慢慢用另一隻手 對, 可以加上去 因為球球有機會滑來滑去 不太穩定 另一隻手輕輕放在前臂上 厲害… 做的時候, 手指放鬆 放鬆嗎? 對, 放鬆就行了 不用撐起手指 是嗎? 對 其實… 這個位置的肌肉挺緊緻的 挺緊的 我不會太多肉, 很痛 所以不用壓太多 對, 輕輕放鬆 人又升高 對, 坐上一點就對了 沒錯 要滑多大的幅度? 整條手臂, 這個位置 對 很大塊 滑到這麼長時間 有痛感的地方, 怎樣? 需要大力又要滑久一點? 如果你的痛感是酸痛感 可以繼續的 但如果去到刺痛、鼻痛 就要先停一停 都是輕輕的? 對, 輕輕的 沒錯, 這樣會好很多 你看, 只有一個方向 裡面那塊需要滑嗎? 剛才我們滑裡面那塊 對 面那個 對, 手背上方的這一條 我們可以把手掌心向上 對, 這樣打橫去滑 對, 要是按一下也行 這裡會痛一點 這裡會痛一點嗎? 對 對, 尤其近手腕的位置 可能會痛一點 對… 這樣怎樣? 沒錯, 這些便宜放輕一點 放輕一點 有一樣的, 蜘蛛 是 要快地滑嗎?還是… 慢嗎? 你真的問得好 慢的, 逢是做筋膜放鬆 我們需要慢一點 全部都是? 對 慢一點, 溫柔一點 又不用太慢 對, 可以做它大概兩至三分鐘 這樣就足夠了 如果我接近手關子特別痛呢? 對, 你可以輕輕 不用, 輕輕力就可以了 對, 輕輕力 如果家庭觀眾覺得 污下身太辛苦 其實可以把波波, 連磚也行 放在木桌上 最重要是安全 你就可以坐在那裡錄 或者辦公室的朋友都可以 不行, 我覺得你這個比較好 為什麼呢? 你不夠力氣的時候 高一點, 再砌下去 砌下去 對 就是可以聚一點 對… 是不是這樣嗎? 對, 比較大力一點 對, 聚一點